早前英國有幾種Omicron的變種病毒的混合病毒株 其中包括BA.1和BA.2重組成為XE 剛才對它的認識或資料都不太多 感染力如何未知 但譬如這個病毒對於疫苗或口服藥效用的影響 又知不知道對於一些康復者會否再次感染這類病毒呢 那個機會有多大 其實數據真的很有限 剛剛你也說了 它是BA.1和BA.2的一個混合 主要是刺激蛋白的擔心組成應該是BA.2的赤蛋白 所以預計上來說 口服藥的影響大不大呢 理論上應該不大 因為口服藥的機制不太同 是阻折病毒的經驗複製 就不是靠一些免疫細胞或者抗體去對付病毒 至於說疫苗方面來說 其實我猜那個 數據當然是沒有 但是情況基本上 應該和Omicron的一些影響情況很相近 都是會大膽減低了一個抗體去預防感染的一個作用 至於你說其他致病性就真的沒有數據 甚至我們這幾天都聽到那個傳播力高於大概 約某接近10%左右 其實這個數據也是基於非常有限的一些研究 這是在說XE的傳播力嗎 XE在說XE XE在說XE XE的傳播率高接近10% 其實都是要再看久一點才會清楚是高多少 大家留意一下 B.A.2高於B.A.1其實是75% 就是那個所謂的傳播力是明顯增強了 但是XE對於B.A.2就似乎10% 其實這個幅度暫時看是沒有B.A.2對於B.A.1的比例上那麼高 但是也要再留意很多數據之後發展成怎樣 因為見到一些研究都說 就是感染過B.A.1的人又可能會有機會再感染B.A.2 其實據你所知這個機會有多大呢 或者會否可能隔了一輪之後感染了第一次 隔了一輪之後可能起碼一段時間 又很不幸地感染了B.A.2才會感染到 這個機會是有多大的呢 我們現在的數據其實都是 譬如說再感染都是很多是說B.A.1 B.A.2 但是說的是之前的一些病毒株 就是之前感染過之後再感染B.A.1 B.A.2 這個基本上是我們認知就是 Omicron本身那個免疫圖的現象很常見 所以在外國都看到 就是之前再感染的機會不是說那麼常見 但是現在都是並非不常見的情況 看到是英國的醫療人員的研究 看到也是 就是再感染在過去兩個月都常見 但是如果你問那個問題是B.A.2 B.A.1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再感染很多時候 那個定義起碼都是90月以上 我們才可以分清楚是不是再感染 因為核酸是有機會殘留 變成Omicron特別B.A.2 其實是在過去的一兩個月才比較 傳播得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暫時如果你說的是 特別是比較B.A.1和B.A.2 就是特別是說B.A.2的再感染的話 那數據是非常有限的